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到今天为止 我们上课整三年 其实这个三年期间 学到了很多的 比如说《入中论》 根本颂就完整的对我们教授 那再来是内学 是内学的话就是 开始本来就是我们讲之中和大宗所有的 但是后来就是结果上来讲没有那么好 大宗讲太多的话 其实就给你们比较复杂的 对讲话的方式也好 教育的方式也好 就比较复杂 对你们来讲就是比较不容易 所以后来就是选择我们从自中的方面解释 这样的话就是你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懂 还是可以在内心积累起来 对它的顺序也好 磁地性也好 这样的效果比较好 对 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来讲 其实学《入中论》 大家都知道《入中论》内容是非常深奥的 学习这么多的知识 这些都是我们如何去使用 这是一个关键 如果我们学多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使用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对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使用 那我们平常讲导致释迦牟尼佛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累积了福德质量跟智慧质量圆满究竟 达到就是那个正的觉佛骨 那我们平常我们这样讲 大概就是这样讲 那正透过修福慧质量 那就是福慧质量包含多少的法 这些都是我们不太清楚的 那经过了修福慧质量 打到救济涅槃或者正的觉佛骨 那从未入道之前到佛地之间 还是我们如何去进一步 如何去就是进一步的去往这个方向前进 那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来讲的话 有点模糊的 不太清楚的 对 那总的来讲的话 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他就是怀抱着大美心态 关怀射受一切众生 他就是不想看到众生痛苦 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教导 那我们平常讲的就是状法轮 对 那开始他就是对于吴比丘等等 这些的天人非人 还有就是吴比丘等等 这些说了这些的法当中 包含了多少的内容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那开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就是说 知苦断极 修道正面 讲得这样吗 那所以这个架构 四地的架构里面去看的话 其实非常有道理的 你看我们就是说 苦地跟几地是英国的关系 道地跟灭地是有关心的 虽然不能说英国的关系 原因是什么 因为灭地就是一个常法 道地是正无常法 没有错的 但是修道地所得到的灭地的话 它是一个常中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不能说是 因果的关系 但是有类似英国的关系 因为透过修道地才能得到灭地 知道吧 有了几地才有苦苦苦地 那你看这就是我们平常讲 顺生 怀生 对 顺生就是顺从 比如说有了什么样的因 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怀生的意思是说 断除了这样的的话 就是没有这个因素的话 就没有这种结果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从两个角度来去看 那所以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同样的道理 一定要累推嘛 在生活当中 可是我们举例来讲 四尊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说知苦 那我们就是能不能知道痛苦 其实我拉斗子 头疼 还有身体 腰伤 背头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理受到的 但是真正的苦你还是不太了解吧 所以我们平常佛教讲的就是之前也讲过 知道吧 痛苦 恶 义不乐 三分法当中我们受有分 分类五种 前面我们上过 乐 义乐 苦 义不乐 对不对 那在这当中去谈的时候 我们理解到的 认识到的痛苦是 苦是多少的 其实真的很少的 知道吧 我们几乎都领受到的都是身上的 还有内心遭遇到很大 比较大的一个 很内在的 直遇到的一些的苦恼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 其他都是我们不太了解了 四尊讲的苦 这个苦 苦地 是它包含了我们的五欲 三界之中的所有的五欲 知道吧 那三界当中的五欲的话 它为什么叮咛 顿促也好 叮咛也好 告诉我们说 要知道苦地 所以我们就只能知道 我就是 雅筑 疼痛 发烧 拉肚子 这些的时候我们只能理解的就是 我了解痛苦 身上的痛苦 那我们猜想起什么样子的东西来 猜想起来要去看医生 也必须要知了 知道吧 知道 其实我们知道 自己身上有问题 痛苦的时候 我们才能想起解决方法 解决 才能想起来 有什么方法来可以解决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忽略 忽失 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世界告诉我们说 知苦 那知苦就是我们 它苦地的一个定义来讲的话 你看 有落的业 任何的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怨 有落的怨 这个叫做苦地 那苦地我们分类的话 当然是痛苦都是一个 属于是苦地当中 没有错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自己相续 具有的 五蕴 知道我们的生命 身体 感受 思想 这些都是一个苦地的 那它的来源是什么 来源是我们 我们的游漏得过坏 库地的 库地的因素污染 来源清楚的话 那我们对它 开始就不会去过度去执着的 你想起一种方法来 就是说 我赶紧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要断出这个问题 那这样的话才有进步的 才会你真正的去修行 对 那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身上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想要去看一生 这是一个战事的方法 但是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一个方法 不是一个又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 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从佛教的教育来讲 你短暂性可以治病 但是你拥有这样的游漏的五蕴 苦苦坏苦 再生 永远不会中断的 那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去认识的 层次也好 它的一个次第上来讲的话 那真正的去认识这些的层次 再去解决这个方法 寻找解决这个方法 有任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者 它就分类三种 你看下师父 中师父 善师父 平常我们所提到的 分类有三种 那阿底下真正的说法来讲的话 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者 你看你是不是属于这三者 当中任何一种 你自己属于这三者 当中任何一种的话 那你可以说是一个实修者 实修正法者 那不属于这三者 师父的任何一种的话 其实我们具备了多少的知识 你学了多少的 还是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实修者 这是阿底下尊者说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 所有的道次第里面就是 大部分的就是一个 所有的道次第都是它的 主要的依靠阿底下尊者的 菩提到邓略而渲染开来的 著作的 那阿底下尊者 他菩提到邓略当中也讲得很清楚 好 那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这样去看 下师父的话 他的动机是需要什么样的动机 中师父的话 他需要什么样的动机 上师父的话 他需要什么样的动机 下师父的动机的话 他的情形动念的话 他所做任何的 所有的善行都是为了下一辈子 以后的 为了利益 这样的下一辈子以后的利益 而去做行善的事情 这个才叫做下师父 比如说下师父的修行者就是说 他真正的了解 今生就是今生 知道吧 你看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没有去真理的角度来去推理的 真正的一个实质的 真正的一个角度来去推理思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 我们是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天而去过生活的 你看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样子 明天不会死 后天也不会死 明年也不会死 知道吧 我还是今天还是健康的 还是现在正在已经得到了一些疾病的话 这应该是今天不会死 明天也不会死吧 一直这样子的心态 第二个 今天不论是怎么样 希望能够将来 希望能够得到比今天更好的一个生活 永远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去过生活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忽视了现有的生活 失去了现有的生活的当中的一个愉快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举例来讲 你昨天也这么想 今天也如此的想 那明天也是还是活着的话 就如此这样想 道就是死亡的边境 知道吧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们第一个是真正的了解 三界轮回当中的六道众生的 所有的苦地的根源者 他们的来源 他们的来源 比如说我们在自己生活当中来讲 从小到现在为止 自己的生活的情况 还是未时之间的我生活过程当中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我自己的生活 这些细节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了解的 知道吧 知道吗 所以 但是既然是你今天信不幸福就是看自己内心的安利的方式 思想的方式 思想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 哎呦 还好 既然是真的是游漏的 但是我们游漏的这个生活当中 还是不错 现在就是很好 这是比较幸福的 发自内心就是想起这样的幸福来的话 当下就是你就是领受幸福感嘛 这才叫做幸福啊 不然的话幸福是在哪里 我找不到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有些人说大家去吃大餐 享受享受一下 但是这个是不招聘的 如果大家聚在一起吃大餐 真的是你感受到幸福吗 不一定 你今天去聚餐 那聚餐的过程又闹 吵架 知道吧 多来多去啊 惹失神分嘛 反正就是内在 内心产生了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 那你看虽然是大家聚餐 所以能吃了那么好的 知道吧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大餐 但是没办法让你幸福的 这是不定的 不一定的因素 我们以为是这些吃和玩乐 有上玩水 这些都是我自己幸福快乐的一个因素 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我们有这种想法 从小到现在为止每个人都有 那有些人都穿着好的名牌衣服 开了名牌的车 知道吧 所以奢侈的生活 这样的很开心 应该是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也不是 绝对不是 那佛说的对 知道吧 你看我们平上长的知苦断解 一定要清楚了解我们痛苦苦地的根源 了解了之后 你只是紧急了解是没有用的 我们一定要解决它的来源 才可以根除的 痛苦的根源就是根除吧 因为我们紧急是我们了解它的根源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如何去解决它 这是一个重点 好 那这样的休息的时候问题在哪里 那我们怎么去修行 就问题出来了 那我们就是现在举简单来讲的话 我让你们念经 祈祷 祈情 磕头 烧香 这些都算简单的事情 你想想了 简不简单 确实简单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知道吧 但是能不能去下一世修 是另外一回事 你真正发自内心没有得到了一个认知知 知识 很好的一个佛法教育当中所提到的这些的知识的话 你不管是你做了多少的其他的事情 没办法减轻你的苦恼 没办法解决你内心的烦恼 极力的部分 我们的问题在这地方 那我们想要休息的话 那要清楚的了解 我们的问题处在哪里 那问题不在于就是外在的东西上面 几乎都是存在于我们自己思想上面 那这样的话 思想就是我们大家觉得 每个人都有 只有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换来换去的感觉 那实际上 人家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每一刹那间所产生的 每一种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那所有的心态都是对你有好处吗 没有的 有些的你的思想就是对你有坏处 有些的思想对你不仅仅是坏处 哦 对他人也有坏处的 知道吧 害极害人害极的这种的一个思想 那种种不同的一个思想状态的话 那我们这个里面一定要有分清楚 那把哪一个是该断的 把哪一些的思想是我们该取的 那你看取舌就是这样的分开出来的 为什么信赖学当中一开始讲 我们心分类有七种 知道吧 分清楚七种的时候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觉知有七种的时候 先量 比量 再觉知 贤为地知 以心 颠倒是 知道吧 为什么这样分的 那你看我们每个人拥有的这个心当中 那现在从现在到佛地之间的 所有普特切罗相续具有的思想当中 最正确的 理论的角度来去最正确的就是一个量 量可以分比量跟限量 那比量限量也就是现在有很多详细的话 五根限量 一限量 比量的话也就是那个事事比量 信仰比量 所以各种各样的比量就分 为什么 让你知道 你该要的是哪一个心 知道吧 那所以 再觉知没有什么大问题 限量 比量 再觉知 这些都是我们该要的 无有颠倒了解对境者 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 颠倒 以心的话 对你有带来很多的麻烦 知道吧 那所以颠倒 几乎都是大多数的烦恼 都是颠倒士嘛 好 这样的分的 那再来我们就是刚才讲的 知苦断继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知苦 佛教的教育实修的这个道次第的一个护盾的话 我们平常讲的 佛教是一个理性的非常好的 其实我们各种的方式来去赞压 赞叹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来赞压 必有为过的 这是事实的 知道吧 理性的道理是什么 佛恩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痛苦的 解决几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知道吧 这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那我们就是直接问我们的话 谁不要痛苦啊 谁想要享受快乐 那我们每个人都要的 那我们如何去承办自己的幸福的话 那就说不出来的 那我们就是拜神啊 应该是得来加持啊 得到幸福安康啊 上神随神 那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说出来的 其实这些都是佛教的 那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知道 那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知道 真正的正规的教规上来讲的话 几乎都没有这种的说法 有没有神 三神随神的话 有没有问题啊 知道吧 有鬼 恶鬼 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他们也是畜生吗 众生吗 他们有 对 大概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佛教的真正的一个教育当中提到的 就是你看 都是 他的后队都是 练学的知识 确实非常好的 后队是一个练学的知识 练学知识就是移民学的知识嘛 逻辑 完全后后逻辑 这样的角度来去推理思维 那应该对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 修 修行就是如何去修习的 这个是必须要我们 不断地去反复地去思维 这样子对自己来就是 讲究是比较有好处的 你认知越来越坚定的话 带来给你无数的好处 这是肯定的 那你看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 该断的 断数颠倒 这些都是一个归类为负面的 那比量限量再觉知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归类为 正面的房里面 我们该要的东西 原因是什么 我们没有比量没有限量的话 我们看不透 没办法看破的 正下 看不透的话 那我们就是不一定去向正确的方向 对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我们修道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的具备 必须要就是具足很多的条件 这些都是更不用说的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几地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 平常我们讲的 贪之痴漫以日和等等的烦恼 二十岁烦恼 烦恼以流下来的喜气和种子 这些都是一个基地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今生也好 生生世世 我们领受痛苦的根源之外 就是这一切的东西 那佛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想要快乐 幸福的话 必须要断除几地 他的道理在这地方 知道吧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英文的道理 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所有三界的过坏也好 我个人的问题也好 这些都是依靠着任何的基地烦恼而来的 那如果我不想这样的结局的话 把这些的因素 几地的部分尽量去一定要对治也好 断除也好才可以的 虽然我不想理受痛苦 但是我没有去努力去对治烦恼断除的话 那你不应该要的东西 你不想要的都是 就是抽搐犹豫 没办法 没办法解决的 对 大概是这个问题存在的 好 反正就是这些都是一个前前后后的一个关系存在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知道吗 那所以我简单来讲 上个礼拜我们谈的 无惩无愧啊 这些的 那你看我们就是修行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里面就讲的 无惩无愧 那 有惨有愧是好的 它的相法是不好的 无惨无愧的话是不好的 那我们 有惨有愧 惭愧的 这两个的相法是什么 无惨无愧 那无惨无愧的话 它就属于是负面的 其实这个也是你的过坏的根源 来源 那这样的我们去理解的话 那 惭愧的是什么意思 那你不学的话根本不知道 知道吧 平常我们只是讲惭愧 惭愧 惭愧是什么 有点后悔的感觉吗 惭愧就是因为正法跟他人的原因 所以呢 对于非法的行为有所顾忌之心 你看 他就完全整体的他的 唱的这个心所的定义是说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肯定会有很多的 你想说很多的原因来吧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忏愧也好 后悔也好 后悔也好 这个过程一定会有前面想一些的后悔的原因 你不想后悔原因的话 你就不能后悔的 那所以这个原因是 有的时候想他人的原因 有的时候想正法的原因 跟佛法有关的 有的时候想个人的原因 这是我举例上 里面也跟大家讲过了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修行者 应该有的一个思想 应有的思想 确实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你做错一些事情 对 这个做错事情 对于非法的行为 那就是没有唱 没有愧 无唱无愧的情况下 那你才会做出来的 你有唱有愧的话 绝对不会做出来的 知道吧 那你看这个新手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 种子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种子 但是能不能它 限习这个 忏愧这两个 能不能限习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我们看的 种子我们每个人都有 但是能不能限习是另外一回事 对 这两个的忏愧 唱的话 就是对我们自己行为上来讲 非常好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也因为正法的原因 对于自己非法的行为 有所顾忌之心 这样子我们怎么去思维呢 那我们今天 就是在遇到了一些的困难 比如说举例来讲 受到了他人的骂 或者骂骂也好 侮辱也好 当时我们怎么去想的 比如说我们说 哎哟 我是一个修行者 却是一个正法的规则也好 修正法者来讲的话 应该是不要这样的 一报之报 知道吧 所以正是我就是一个 这种的 对于骂他人的行为 是我们把它看成为过坏 那所以这样的就是 对于自己的这样的 反悔他人的 骂回去的这种的行为 就是把它看成为过坏 这样的非法的行为 有所顾忌 当下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这个叫做 对于自己的行为 有所顾忌 我们可以控制住 这个原因是对你来讲是好的 对 那我们一般人的话 俗人的话 根本没有经过这些的考虑 知道吧 马上就往不好的方向去思想 那所以你就是 虑债的 诚慧或者是其他的就是 无法克制的 就无法克制的 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这个 惭愧这两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好的 对 好 那今天我们就是 五坛这个 五坛这个地方 第四 五坛的话 对于自己的对劲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心所 或者是心 不论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心所希望 任何一种的话 都有自己的禁 对 写写禁也好 索取禁也好 指指禁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任何的心法的话 一定有每个心法都有自己的禁 那五坛的话 对 五坛对于自己的对劲 透过自禁 透过自禁 而无有贪爱之心的善心所 那反正就是它的整个的解释也好 大概就这样子 对五坛 对于自己的对劲 对五坛 透过自离 透过自离 透过自离就是透过自己的力量 而无有贪爱之心的善心所 这是一个五坛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坛的这个心所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展现出来五坛的这个能不能 能不能它的能力是展现出来或者效果出来 这是不一定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现在每个人都有成会 包括我 我们都有具备的成会 但是成会不会现喜的话 那你也不会生气 你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成会 你也不知道 知道吧 所以成会本身随免千负的状态下 虽然成会是不好的 但是它随免千负的状态下 它不会伤害你的 由于它来不会造恶业的 原因是什么 它就随免千负 那平时我们讲 不要让烦恼游记可承 确实我们不要让它游记可承 那个人造恶业也好 让烦恼游记可承或者现喜的机会是谁给的 我们个人给的 对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五坛的 新锁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坛的新锁 但是能不能展现出来它的效果的话 那不一定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五坛的新锁 都是一个随灭千负的状态 那所以我们就是 它是一个对我们有帮助的新锁 一定要推敲 让它能力 让它就是限期 那这样它限期的时候 才能带来给你好处的 知道吧 所以这个就是它真正的 无坛的本身 新锁的本身 它的本质来讲的话 就是它对于自己的对劲 透过自立而无有坛爱之心 好 这样的一个善 善新锁 它本身是一个善 那为什么善新锁呢 无坛的话 它的结果是悦意的结果 它的结果是悦意的结果 那这个悦意的结果是我们该要的吗 或者不应该要的 那也是我们应该要的东西 知道吧 悦意的结果的话 我们是应该要的东西 那所以无坛的话 它是将产生悦意结果的因素 我们该要的东西 知道吧 所以加了一个善新锁 它是一个善 它不是恶的 那善恶的差别 就是应该是有这样的方式来去解释的 不然的话善恶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就是搞不清楚 只是我们讲这个是善 这个是恶 那善恶有什么区别 就挖路条坡 就不太清楚 其实善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有些地方该取的该舍的 取舍 善的部分该取的 舍的部分是该断除的 知道吧 那为什么 那你看我们是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快乐 幸福 健康 平安 顺利 宁静 祥和 这些都是我们该要的东西 这个叫做乐意的结果 乐意的结果当然是相对众生来讲的 知道吧 相对众生来讲 众生真实实实 实质性上来讲 对众生有帮助者 这个叫做乐意的结果 这些乐意的结果是从何而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不一定是只有一两个新因素 每一个乐意的结果都有不同的因素存在 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人的享受生活当中 我们得到了愉快的事情 宁静祥和 其实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感受 也有不同的因素存在的 知道吧 好 所以吴坛的话 它主要的就是加了一个善心属 加了一个善的原因是 但是它的结果都是一个乐意的结果 那恶的话 它将能产生不乐意结果的因素 就是叫做恶 善恶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恶是所断的 善是所修的 才知道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是遵循乐意结果者 我是想要得到幸福快乐的人 这样的话 谁不让你幸福快乐呢 我们弄清楚 看清楚 就是这个 好 吴坛的部分就是这个 吴坛对于自己的对劲 透过自立而 无由他爱 他爱之心的善心属 大概这样 你们没有错吧 对 透过 吴坛对于自己的对劲 吴坛对于自己的对劲 透过自立而无由他爱之心的善心属 这是吴坛的 这个吴坛的心属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知道吧 能不能善心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有的时候 可以发起此心 知道吧 你的此心有限都是 24个小生有限都是善心 不可能的 吃饭的时候也是随便潜伏的 骂别人的时候也是他随便潜伏的 你睡觉的时候也是他随便潜伏的 知道吧 那我们刻意地去想 那对众生此心的时候 希望一切众生平安无事 一切众生得到快乐 类似这样的话 才能够此心这个心就是 心所就是能力展现出来的 这个叫做限期 限期 就这个吧 对 好 那再来 那再来无 无成 无成 无成会 这无成本身就是一种无成心手 这也是第一个 对于自己的对境是一样的 第二个 透过自立是一样的 而无有成恨的善心手 对 无有成恨的善心手 有成恨 好 那你看 无诚跟无恨这两个人是矛盾的 当然是我们现在 我们每个人的相续当中具有了无诚 诚会两个都具备的 同时存在的 它是同时限系是不可能的 知道吧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无诚跟诚会是同时限系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能同时限系呢 这两个是矛盾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非常恨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 恨一个人 你深深地感受到 他是恨一个人的时候 知道吧 所以对他的无诚是不可能限系的 你对他的无诚限系的时候 不恨的 无有恨的 这种的心所限系的时候 诚会就不能限系的 同时不可能限系的 但是没有那么 没有强烈的限期的话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两个通事存在是可以的 对呀 对无谈 无诚就是这个 对于自己的对劲 透过自立而无由称恨的 善心所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真正的话 一定要培养这些的东西 知道吧 我们自己培养自己良好的习惯 平常我们很多形容词来表达 描述的吧 真实的没有没有讲出来 真正的话 我们就是无谈 无诚 无诚 这些的都是一定要有培养出来 那如何培养出来呢 一定要学习 了解 刚才医生所说的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目的跟我需要的 就是依靠什么样的因素而来的 这些的了解 知道吧 这样的情况下 那个基础善 就可以偏扬出来的 不然的话我们无依无故 没有什么正确的考虑 这样的纠正自己 或者是改善自己是真的很困难的 我们从小到现在 我们的习惯都是 大绝大多数的习俗 习惯都是一个负面的 负面的习惯比较强 那善的习惯是没有那么强 非常弱的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 想尽一些办法 培养自己的良好的习惯 这些都是叫做良好的习惯 你看无诚 无谈是不是良好的习惯的吗 良好的行为吗 该培养的就是这些的培养 那恨的 过度于贪处的 恨的 他的想法 你看这两个是一个相反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上的 惨愧他的想法是什么 无惨无愧 那我们这两个是选择的话 惨愧是对我们来讲 惨愧是比较好 无惨无愧比较好 惨愧比较好 有惨愧之心的话 它保守护我们的心 带来很多的无数的好处 无惨无愧的话 那就平常我们讲的 惨愧八糟 就是行为就是这样子 受忌惮的这种的行为 那所以惨愧也好 那再来无惨无忏 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是好的 那他的相反是什么 贪 忏 你看刚刚好 就是烦恼当中 六根本烦恼当中 贪嗔是他的想法 那想要断出贪嗔的话 必须要培养出来 无惨无成这个心 那你能不能培养这种的心态 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就是窜息 不然的话你只个几分钟想一想就培养出来是不可能的 知道吧 时时时刻刻都是我们每一天最主要是我们关键就是遇到他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必须要就是想起这些的功德来培养他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讲过吧 我就是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称会 称会现实的时候 但是我们自己也感受到称会现实的时候非常不舒服的 知道吧 那称会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都是几乎都不好的 你看看 称会 称会就是哪有好的结果 没有 那你看一个家体当中的 一旦一个人称会 强烈的称会现实的话 他完全摧毁了家体的温暖 气氛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称会不好 这个我们了解的不好的就是冰山一角 生气是不好的 小心一下 还是我们忍不住天天生气 这里讲到什么 无诚 他的想法 无诚新手 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种子也好 他的习气也好 他的一个非常微弱的状态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那学佛就是我们学到了佛法的知识 一定要培养出来这些的能力 知道吧 无探新手 能力培养出来的话 那可以的 那一个人 我举例来讲 一个人 你人生当中解决了 晨会的话 那该有多好 我举例来讲 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学下诺言 发誓 我从今天起 一个礼拜 我绝对不论是遇到任何困难 我绝对不会生气的 一定要有我自己的一定要有就是调控 知道吧 那为什么我们平常讲 受八卦灾见 受菩萨戒 这些都是 就是类似这样子 知道吧 比如说我就是我们 受八卦灾见 我从今天起 明天早晨 为那个早晨之间 我就是熟的遵守什么什么 我就发誓 那所以从今天起 明天太阳还没有亮之前 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去遵守它的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训练培养出来 那同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堂无尘的能力是 种子是存在的 习气是存在的 那我们如何培养出来 比如说我们无尘的这个阶段的话 第一个是我们 以用了很多的根据来告诉自己 比如说几天菩萨在入行里当中提到的 他说没有比这个称慧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罪恶 他讲安忍没有比安忍更大的功德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这个我们个人拥有的 所有的烦恼当中来去讲的话 也是我们大概都理解了 你看我们的贪 撑 吃 慢 疑 或者其他的任何的烦恼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应该是交替的 永远都是陷气的 指尖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是哪一个 成慧 成慧的伤害最大的 不仅仅是你的心态 对于你的身体健康 对于自己的亲朋好友 对于自己的认识的人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所有对所有这些的 有关这些的法来讲的话 成慧是罪恶最大的 知道吗 那无成的话那该有多好 确实无成 产生了无数的悦意的结果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无成是比较好 好 那我们一定要培养出来 知道吧 你如果一开始 不能发射那么长的时间的话 第一开始就发射一天 这样的训练 我现在起 今天晚上 对 还没有睡眠 睡眠之前 不论是遇到任何困难 我绝对不会发脾气 要有这样的法式 许向诺言 这样的话你就保护你的心态 对不对 你就是一出门 运气不好 遇到了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对不对 那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 那他有没有他的行为 能不能 他的各种的行为 能不能引起你的成会 看你个人的魅力吧 不管是他什么样的表演 不管是他什么样的举动 他不能引起你的成会的话 今天你就是 完全是达到目的了 知道吧 那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有一些的根据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哦 《洗天菩萨在若洗礼》当中记载的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功德 没有成会 没有比成会更大的罪恶 我绝对不会今天发脾气 就是类似告诉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你守候今天的心态的一个 最佳的条件 这种的拥有这样的心态者 有所顾忌者 才叫做始修者 那 不然的话 你就是身上穿了很多的法衣 那身上也带着很多的法器 那个各种各种各样的念中什么什么的 嘴巴念了六折真言 去照念经 绕堂礼拜 该骂的就骂 该生气的就生气 知道吧 一点没有改善 一点没有进步的话 那是什么修习 其他的额外的 你这些的做法都是对你有什么好处 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知道吧 你真实知道佛法的内容 道次的修习的规则 他的内容知道 这个基础上面 那你修了仪轨 八卦灾键 归一三宝 修本尊法 此奏念句 都有 更好的效果 就是这些都是也圆满的条件 那没有这些 关于这些一窍不同 那讲了一大堆 做了一大堆 各种各样的形式出来 其实对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好处的 知道吧 那所以这个阶段 就是无成 无贪 确实这两个地方 无贪的地方也有 我们就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 无贪的相反是贪主 知道吧 虽然贪称的解释后面有了 但是贪的过坏有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贪的过坏 我们以为贪有好处 贪主跟希求都是 是获过一贪的 分不清楚的 所以这是我们将来 就是无贪的贪主 或者贪心他自己本身 或者称慧这个本性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给大家解释 所以无贪无成 反正就是这些都是心所都是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对 对就是这个 好 那再来无耻 这个无耻 你看 无耻是什么 对于自己的对境 具有不愚昧作用的善心所 对 具有不愚昧作用的善心所 好 这个是一个无耻 它的想法是什么 于耻 吃也可以 愚耻 愚昧 其实它的用法非常多的 我们简单的就是 有的时候吃 贪执吃 简用 那愚耻 愚昧 无名 反正就是 有很多的用法 那所以我们就是 佛教的广泛的教育的这个内容来讲的话 其实与吃的 吃的解释非常多的 知道吧 那共同的应该是 共同的方面来 所有佛教公认的一个角度来去评论的话 吃就是 对于自己的对境愚昧的心所 知道吧 对于任何的法 愚昧的心所 就是愚耻 耻就是这个 好 它这个上面加了也就是 对于自己的对境 具有愚昧作用的心所 其实这个也有道理的 知道吧 对这个上面的 无堂无成这些的解释 后面的解释都是我自己翻的 对 之前就是一个学生 他需要 就是我帮他翻译成中文 对 那个时候我翻译的 这个都是 这样的解释比较好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抓不住了 是什么意思 好 好 那这样的话 愚昧 一般的愚昧的话 对于任何的法 愚昧的作用的心所 愚昧作用的 愚昧是什么 愚昧是让你模糊 让你就是不知道 这个叫做愚昧作用 比如说我们去雾的话 其实我们开车 路上有雾太浓厚的话 我们看不上我们看到路 知道吧 那开车有危险 看不到雾 那一块布的话 就是盖起来 一块布来 用一块布来盖起来 或者包起来 花动或者任何东西的话 这个一块布就不让我们看到 这个真实的东西 这个里面的东西 这些都是一个举例 那我们心中拥有的 愚昧是什么 这个心手不让你看到真实的面貌 这是我们一般人感受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这样子比较好的 你在一开始怀胎 剩下来 剩下来的几个礼拜以内 其实你就是 所有的你的 根事也好 意识也好 几乎都是 他的能力不能展现出来的 感受不到 离受不到的 当下你所看到的 对于他听到的 看到的 闻到的 几乎都是 我们以 佛法心理学的角度来 判断的话 当下的 婴儿的当下 就是几乎的 他的思想都是 贤为的 贤为的之 贤为的之 贤为的之是什么 贤为的 虽然他也就听到声音 他不知道的是什么 他显现出来 各种各样的 颜色和形状 他不能以身定解 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他也闻到像什么味道 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香味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好 所以当下他对于任何的法 他对于任何的法不了解的时候 他心中拥有的愚痴与魅 这个愚痴是比较强烈的线息 你看这个无耻 无耻的相发是愚痴 所以当时他的愚痴 比较强烈的线息的时候 不让他看到真实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 以逻辑上来推理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于耻 好 那我们如何消除这个愚痴 内在的愚痴 那经过学习 思维 听维 慢慢地逐渐地了解 可以逐渐地消除 任何的愚痴 愚昧 知道吧 就大概就是这个 那你就是消除一个 一个法的愚痴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法 对于一个法的愚痴 有深入前所都有 那我们从中观英尘法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愚痴 比较严谨的讲法 他就愚痴 愚痴就是 是缘起当中的 融合的根本 我痴 中观英尘派 他讲说愚痴 用在 局限于就是一个 我痴上面 他不是说 对于任何的法愚痴愚昧 都不会叫愚痴愚昧 愚昧 无敏 他不会讲无敏 中观英尘派 一下的 比如说 基部也好 有部也好 维持也好 中观英尘 中观自学派也好 应该是他们大家共同的愚痴 就是 对于任何法愚昧作用的新手 尤其是 尤其是 有部跟金部 这些的小乘的 所主张 所综艺者 他们的比较强调的就是 对于任何法愚昧的新手 叫做一个愚痴 反正就是这个 深入前处的差别 除了这个之外 对任何法愚昧是一样的 知道吧 那你看我举例来讲 对于一个法的愚昧 是有多少的层次 一个人的相续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 相对 对于一个瓶子来讲 知道吧 那我们就有三个人 一个人了解瓶子 一个人了解瓶子无常 一个人瓶子也不知道 无常也不知道 三个人 三个人对于一个瓶子的看法 有三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人问他 这个是什么 他说瓶子 又是什么 他说 他是无常 瓶子 了解瓶子上面 瓶子是瓶子 瓶子又是无常 第二个是说 他是瓶子 是不是无常的话 他就不知道 第三个的话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什么东西 你看 这个层次对于一个瓶子对于一个瓶子来讲的话 这三个人 愚痴的程度也不一样的 一个人程度到 连瓶子都不知道 连瓶子都不知道 第二个 虽然你瓶子的部分知道 但是瓶子生存的体系来讲 无常的体系来讲 他还是不能了解 他消除瓶子 对于瓶子的愚昧消除 可以理解 他是一个瓶子 但是对于瓶子无常的体系还是愚昧的 所以不了解 这三个人 对于瓶子的 所有的愚痴愚昧都一点没有消除 所以他不知道 连瓶子都不知道 知道吗 然后我们一个人的心绪 这三个逻辑在于 推到我们一个人的思想上 认知上来去讲一讲 比如说你知道瓶子的时候 可以内心的 对于瓶子的愚昧的心所就消除了 才能认出瓶子来 如果你对于瓶子的愚昧的心所 没有消除的话 认不出瓶子来 逻辑上来讲就是这个 但是还有 你不知道瓶子是一个无常的时候 虽然你知道瓶子 但是不知道瓶子无常的时候 对于瓶子的无常来讲 还是愚痴的 那你再通达瓶子是无常的时候 就可以消除瓶子无常的愚昧 才能认出瓶子是无常来 再来问你瓶子是不是无自信的 这样的时候又愚痴的 不知道 那跟你讲说瓶子是缘起 中外形成本角度来看的话 瓶子是缘起的 依赖他法者 光大他法者 他绝对不是能从自己方面成立了当独个体的 他不是持有的 类似这样的 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去思考 终于了解瓶子是无自信的时候 你认出瓶子无自信来的时候 最善傲的 对于瓶子的最善傲的愚痴也是消除掉了 才能够你认出瓶子是无自信的 知道吗 你不要说你的所有的愚痴都是只有一个层次 完全没 我们一个人对于一个法善来讲的话 有深入前处的愚痴存在的 你能消除多少就能够了解多少 类似这样子 所以佛地之间都是大概就这样 所以无耻 刚才我们这个题目里面提到的 就是无耻的想法是愚痴 其实一般 你们也这样的理解比较好 一般来讲对于任何法愚昧作用的心所就是愚痴 严格上来讲我执思愚昧 大概就这样子 比较有就是可以宽广的角度来去思维 这样的逻辑是比较好的 知道吧 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具足了多少的不同层次的愚痴愚存在 才能够理解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自己内心对这个法的愚痴没有消除 这样的话你不能了解他的 这个逻辑上来讲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那第六个 刚才我们说前面所讲到的 无耻 这个讲好了 对于自己的对境 却有被愚昧作用的心所 对 善心所就是一个无坦无耻 对 那再来精进 精进的 平常我们精进的话 它是属于是认真 平常我们俗话就是讲认真 认真跟精进是有什么差别呢 认真的话应该是可以我们用在 各种的地方都可以了 比如说认真去做坏事 认真去做好事都可以 但是我们精进不可以这样用的 精进是只有善法善面 所以特殊的 这两个的心态是差不多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 比如说精进它的定义也好 或者它的意思讲的话 在欢喜的状态下 努力于善法的心所 这叫做精进 好 那你们说一说 精进是什么 努力于善法之心所 这是才对啊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在生活当中 你听法也好 思维正法也好 或者自己使修时间也好 那个时候 发自内心欢喜的状态下 去认真的话 这个认真就是叫做精进 对 精进是特别是对于善法 知道吧 那所以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呢 差别就是我刚才讲的 认真的话 我们俗话 平常我们是生活上用的 精进几乎都我们佛法上讲的 壮用名字 不会说我们一般来说 精进什么做工作啊 什么不会的 那所以精进的他特殊是对于善法 欢喜的状态而去努力 认真 这个认真 反正就是这些都是一个 我们在相续具有的不同心所的作用 你看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特殊 他的特殊不同的作用 就才能看得出来 比如说一个人相续当中 有多少的心所希望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那过去不曾学过的一个人的话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想法就是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心 他想多想去想来想去 各种的想出来 他大部分的人 世界的人的话 他认为是只有一个心 那有一点经过了 学习过的 比如说科学也好 医学家也好 这些的话过去的应该是这样子的话 他们概念当中有一种看法就是说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现象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想法 都是一个脑 脑大脑的一个作用 对 其实这个以前过去是 到现在为止 绝大多数都是科学家 或者是医学家的话 他们认为是这些都是一个大脑的作用 知道吧 由大脑来控制 那所以 佛教的教育当中 这些都是一个人 相学当中具有的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心法 所以 不同心法 各有各的作用 各有各的前求 那所以 这样的就是 佛法的教育就是这样子 那 今生我们拥有的心 各热和的心所心 我跟 跟自己的大脑 神经又没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那所以 心法就是 各种的 仪器 放大镜 邪为记 各种的科学的角度来去观察到的吗 没办法的 原因是什么 它是无形的 无形的东西就是由物理的方式来没办法观察到的 当然是我们跟你说到 知道吧 唯一的由大脑来控制的话 其实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具体来讲 法称在 试炼论当中的一些逻辑来判断的话 推理的话 法称在试炼论当中推理的就是 它我们 常法就有无常 两类 常法不用 不用讲 它是永远都是一样的 那无常法的话 它就分类三种 不相应性 不相应性 心法 物质 色法 三种 分类三种 那再三个当中 它就是推理的时候 物质 大概基本上来讲 物质就是依靠物质 任何的物质而生的 不相应性的话 也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心法的话 它是 它的聚生源 进去源 绝对不是一个物质 所以它是这样的推理的 如果 由于任何的物质 变成文心法的话 那就怪了 它的意思 它没有直接这样说的 但是同样的 道理来推理的话 它说什么呢 它讲的就是说 比如说类似这样子 依靠任何物质 或者任何物质 变成为 任何的心法的话 那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它问题就是说 那外在的物质也好 或者其他的任何的 机器人也好 那机器人也跟我们一样的思想 有没有 谁都做不出来的 物质 树 或者花 还有外在的物质等等 石头 土壤 不管怎么样 任何的除了 具有生命者之外的 其他都没有具备了心事 所以它 不管是你做了任何的 其他的物理的方式 来做出来 任何的物质的话 这个物质 绝对不会有感受的 做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它只是当靠 就是任何物质 产生的话 那可以啊 机器人 我们可以做得出来 就我们跟我们一样的 有感受的人 就跟我们一样的思想的人 为什么做不出来呢 其实是不简单的 不是 心法 是依靠 前面前面的心 心事 前面前面的心事 任何的心事 所以留下来的 它的种子 习气 而产生的 对 所以佛教的理论就是说 反思结果都是 依靠着损顺的因缘而产生着 损顺的因缘而产生着 没有依靠不损顺的因缘而产生的结果 这是佛教的理论 那你看损顺的因缘是什么 有道理的 那我们物质方面 也就是我们这副类的话 你看农民的专家也好 知道吧 一个玉米树的话 玉米的话 它有金 它有叶子 它有就是玉米 那所以它整个这样子 从依靠种子产生的时候 前面的种子 是不是玉米的种子 是吧 那观世玉米的种子 也不会产生这样子 需要什么 土壤 水 阳光等等 这些的居先住院 佛教的判断是非常精准的 主因是种子 所以玉米它的进去因的话 主要的进去因的话 玉米的种子 玉米种子变成为这样的玉米的 知道吧 一个玉米的种子也具备了 将产生玉米的精 椰子 还有玉米等等 这些都有 种子它具备了这样的种子能力 将会形成 产生了这样子 这样的观世 玉米的种子 观世主因是没有错 观世这样的因素 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还是需要什么 还是需要居先住原 居先住原是什么 突然 水 阳光 等等 这些都是原 那你看 因 因原 这两个我们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 其实非常到位的 一般来讲 原就是因 因就是原没有差别的 针对一个结果来讲 它的因跟原有差别的 这样的判断佛教的 教育当中 如此这样的判断 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这样的同样的道理来讲 我们就是一个人的身上去讲的话 你的身体是依靠什么而来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物质 它的居身源 不是 进去因是什么 进去因就是 你看 平常我们讲的 台生的话 腹筋母血 反正就是这样的 能力 再来今生的食物 各种的食物 那这些都是一个物质的部分 那它的总因 本来就是我们 我的身体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具有我的身体 知道吧 那你看我 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主要的进去因就是我的谦虚 我的谦虚有了 变成我是不一定 但是变成我的话 我的谦虚当中 还是有需要一些的巨蟹作业 我谦虚的那个人 造了偷生人道的业 还有就是这个十二元旗当中的一元 你看 无名其事 爱屈有 有这些的因素来 总变成今生的我 那你现在拥有的心所希望 今天我们所谈到的 菜也好 馈也好 无汤 无吃 无成 这些都是一个人的相续具有的 这些无形的 它们的进去因绝对不是物质的 物质变成为心法 任何一个心法变成为物质的话 那外在的物质也是可以变成心法 心法也是变成物质 那就是这个逻辑是根本不同 知道吧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 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能说任何外在的物质 都有感受的 没有的 原因是什么 物质 纯粹的物质 它本身 它的进去都是物质的 知道吧 那所以这样的道理来去推理思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今生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心所 知道吧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经济的话 当然有 那今天的你经济 这个经济是从后来的 我们推理的话 它依靠早上的 早上的就是依靠昨天的 昨天的就是大前天的 前天的就是一个月前的 一个月前的是一年前的 一年前这样的推理的话 其实它的种子或者习气就是 往习所累积的一些的善的经济 已留下来的种子跟习气是依然存在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进去因的话 突然你就是想要发起经济的话 就发不出来的 它本身有这样的能力存在 知道吧 无依无供的就是它突然奔出来是不可能的 知道吧 这样的经济的话 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相信具有的经济的种子也好 喜气也好 经济也是随便潜伏的 我们的经济是挺不起来的 永远睡着了 我得在这里 那所谓的经济起不来的话 奔得泻泻的时候 我们可以我们的生育的能力也好 精神也好交给头懒 懒斗 知道吧 那你看你相信有没有懒斗 有 那懒斗对你来讲好不好 不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说我很懒 你懒的原因是什么 你的懒斗比较强 懒斗就本身是一个新手 其实我们那个人就是有点 有任何的新手跟希望来控制 我们是被他控制着 知道吧 你看我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你想什么你就身体就跟着他走 你想什么你的嘴巴说出来的话 鱼眼也是跟着他说出来 逻辑上来讲这样吧 我们之前上过入中论真的是对你们来讲非常好的 你想想看 其实我们没有去仔细地去观察思维的时候 从早上到晚上都是我们就是有想出来 我具体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我想出来的 知道吧 那最深层的基本的角度来去推理思维的时候 我猜到知道 确确实实是我想象当中的我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又想好了以后又就是重蹈辐射一样的 我们永远都是写入为主的这个意识形态上去又想起来了 自想的 我们没办法维持到底 那平常我们始修始建就是一定要篡习 一定要复习 篡习的意思说 这种的正确的思想一定要反复的去思维 我们就习惯他 这种习惯 这样的话 内心拥有的这种习惯的心就是一直不断的限行的时候 那就带来给你一个好处 知道吧 你看我们的篡写就是我举例来讲 我们平常的习惯烦恼的习惯 其他的更没有输了 知道吧 在这个阶段的话 懒惰 拖懒 懒惰他本身是一个新手 他泄息的时候 那你看我们被他控制 不让你走 知道吧 你要不要去 你看我举例去 你走路的时候 知道吧 一下马上就跑出来一个 想要跑步的话 你就跑起来了 不要跑慢走停下来了 谁来控制 你的思想来控制他的 这个思想的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是你的新手 任何一种新手 那一样的经济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所有力量的来源 所有世界上一切的好的功德都是依靠经济源来的 我一定要知道这些的道理之后 每次的努力去思维正法 反复地去思维 串习一些的佛法当中所提到的我们续习的 所续习的部分 比如说培养慈悲 此心也好 悲心也好 离他之心也好 菩提心也好 空振间也好 那今天我们所谈到的无贪无成 知道吧 或者经济这些培养出来 培养出来是什么 那些一定要想起来 一定要启动 这样子才对啊 那所以经济是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有经济的话 确实它的作用是欢喜的状态 知道吧 那无经济的话 你看我们就是这两个 就是一般的工作上来讲 认真 如果你认真的话 发自内心产生里的认真的话 它消除了什么 摧毁了什么 摧毁你当下的 它强烈现实的 是认真现实的事 当下摧毁了你内在拥有的 偷懒之心 懒斗的心就没有了 没有的话 它某些程度上来带来给你一种欢喜状态 知道吧 这是我们可以观察 就知道了 比如说你自己自愿 想要去做 很想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花了同样的时间 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还是欢喜的 精神满满的 做的过程也是不觉得累 很好 原因是什么 这是由于认真推动起来的 所以它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如果内心没有发起认真 那强迫性的 不得已的情况下做的时候 那就很累 你看没有认真的结果就这样子 虽然你不得不上班 知道吧 一个月的那个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那所以你就是 你看你需要这个结果 但是内心发不起认真的时候 还是不得已做的情况下 那真的是很困难的 那学习也是一样的 知道它的功德知识 这个是对我来讲有好处的 应该我做的事情 非得要做的 大概就这样子去 时间也差不多了 大概这样子想就可以了 知道吧 其实这样子认真是好的 对 欢喜的状态下 努力与上法的心手 那再来请 透过资历而能使 身心堪任于上法的心手 而任就是堪任 任 任欲的任 堪任于上法的心手 是什么意思 你看 清安本身是透过努力 而能使身心 堪任于上法的心手 堪任于上法 他能使你的身心 这是我们之前讲的 清安的感受 但是治理清安的心手 是不一样的 字是一样的 但是意思不一样的 那今天这个阶段 讲的清安是什么呢 透过资历而能使身心 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内心拥有的 清安的心手 他强烈现实的时候 他让你身心 让你的身心 堪任于上法 这样的用 堪任于上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所话讲的话 让你的身心静下来 让你的身心 轻松下来 大概就这样子 知道吗 堪任 这个堪任是什么意思呢 堪任就是这个 比如说 现在你很生气的时候 知道吗 成婚现实的当下 你现在 正在就是 身上人家气的时候 这个你 当下的你的身心 所应 是不是和 休息的 这个想就可以 知道吧 你情绪不好 知道吧 成婚现实的当下 你的这个 当下你 习荣次来讲 这个是 气鸣啊 荣气啊 荣气不结 所应的话 休息的所应不适合 原因是什么 强烈的现实 烦恼的当下 不适合的原因是什么 你不能修 修也没 对你一点好处没有 所以呢 堪任为 善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内心的 情安心所 强烈的现实的时候 让你的身心 轻松自在的 知道吧 那轻松自在的话 这种的基础上面 连接善法 是非常适合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呢 情安心所也是 对我们来讲 非常好的 那我们有没有 这种能力 有 每个人都有 但是它是一个 大部分的时刻 都是水面切腹的状态 不会陷气的 它不会陷气的话 不会带来给你这种好感 知道吧 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是我们 陷气跟 水面切腹的 两个阶段 就是一定要 必须要了解 不然的话 有些人说 他不陷气的话 你以为是没有的 这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有 但是他的能力 不能展现出来 你解释不到的 感受不到的 只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个意思 情安 好 那再来不犯意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忏愧比较像的 不犯意的意思是什么 透过自力 能守护心 对 远离出 远离出为 出为品的心手 出为品是什么 出 除躁的出 相伪品 相反的相 相伪品 远离相伪品的心手 好 那当然是 不犯意的行为 是非常好的 对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平常这样讲的 不犯意的行为就是 他大概就是一个人的心态上来讲 对于自己的非法的行为 负面的行为 有所顾忌之心所 这个叫做不犯意 知道吗 对于自己非法的行为 对于自己负面的行为 有所顾忌之心 叫做不犯意的 那你看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非法行为也好 或者不 不负面的情绪也好 对他 无 那个 无所顾忌之心 对 有所顾忌之心 对 有所顾忌之心的话 其实这个是不让你做坏事的 这是非常清楚嘛 那但是我们 自己那些拥有的不犯意的行为 这种心想 能不能他的能力展现出来 又是靠自己的 另外一个认知也好 知识也好 你的认真 还需要很多的重运 知道吧 这是我们平常讲的 平时前面所讲的 十一善 十一善心手 这些居然是我们存在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手 但是我们的能力是非常弱的 非常弱的 原因是什么 他的相反的心手非常强的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这两种心手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相较起来的话 另外一种心的力量 比较强的时候 他有点就张具了他的位置 另外一个位置 他一直泄息 不让他 不让另外一个心手 就不让他泄息的 这样的话 我们灵受到的都是负面的灵受 就这个吧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 无诚 心手也存在 称慧也存在 他的想法 这两个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 你的称慧 称慧也是心手 称慧跟无诚的心手 这两个是 哪一个力量比较大的 称慧比较大的 所以称慧占据了 无诚的位置 大概就这样 那所以我们容易 产生成慧 无诚是几乎都 没有什么能力的 那始终就是一定要 培养出来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你看到底 我们平常讲 我要是 理性想法 想法 想法在哪里 对不对 书里面吗 外在的物质上吗 你的身体上吗 那想法在哪里 连接上法 就是培养这些的 善心手的话 这个才叫做 连接上法 大概就这个 好 那舍的话 透过自立于对境 能舍 屈辱的心手 对 比如说舍就是 我们想要舍弃的话 所舍的东西是 彻底能舍的 这样的心手的话 这个心手就是叫做 舍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平常我们讲 哎呀 很抠门 知道吧 很吝啬 舍不得给人家 舍不得自己穿 那 某些程度上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舍不得的心 知道吧 舍不得 想法是什么 舍 舍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透过自立于对境 你所舍的 想要所舍的 这个对境 能舍 他就能够舍弃 这样能够舍弃的心手 对 叫做舍 那我们布施的时候 必须要培养出来 培养这种舍心 没有这种舍的 那个舍 没有舍的话 那你就是布施 没办法修布施的 布施变成 表面上的 流域形式的布施的 那发生那真正的那些 有舍心 线细的过程 那你就是 能省 多少 就多少的话 真实的布施 那你看 休息的基础 几乎都是这样的 了解这些的 那有些人就是 嘴巴会捏的话 就大概 大家认为是休息 这个根本不是 说不上一个 休息 好 那再来第十一个 不害 不害是什么 具有不伤害他人作用的心手 这个也是好 对不对 不仅仅是这个 用的是他人 但是 不伤害 具有不伤害他人作用的心手 这个叫做一个 不害 就是有所无害 知道吧 无害 或者不害都可以的 这些都是 音响都是 十一个 善心手 完毕了 那所以你们就是 在课堂上学 再来 以后就是在 网站上去 重复去听 重复去思维 这样的话 会更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 好 我笑 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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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拿月底的作案 生老自己双眼的作案 月后的作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